OK 那歡迎來到今天的教學 今天的教學的話 我們是要來教Checkpoint 在我們一般遊戲裡面 可能會有比較長段的遊玩過程 不管你是RPG類型的 或是你是跑酷類型的 通常中間會有一個檢查點 讓你可以回到那個位置 就例如你死掉或是 你在某個 好像通常是死掉吧 你想要回到上一個地方 總不可能它是回到 整個遊戲最一開始的地方 有些遊戲啦 有些遊戲 這樣子設計可能會讓人崩潰 有些可能就是故意要讓你很難受 那就是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檢查點 剛剛那樣解釋 大家不知道聽不聽得懂 在一般遊戲裡面 其實也會有所謂的檢查點的東西 這個東西在0.9版本的GameMaker裡面 才有做多人的 之前單人的話 我們通常是把 玩家的重生點 重置 那個又不太一樣 那個叫做 重置重生點 但是在多人裡面 你沒有辦法針對每一個人的 重生點去做重置 他沒有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方式可以用 所以呢 我們就會 在0.9版本中 用它這個功能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到多人的 checkpoint 也就是說我經過在這邊復活的點 跟別人經過復活的點是不一樣 什麼 就是 反正就是每個人的復活點是不一樣 他就會把它記錄 就是用這件事情 那我這邊呢 我就先用了 我們這個內建的flag 我們可以在prop裡面 找到一個叫flag 然後我們把它當作是個檢查點 那我先把上面這個 移掉好了 我覺得移掉比較好 那通常可能在路上看到 有這個東西有沒有 就是我們可以過去 以直覺上來說 就是這邊是一長段的跑戶 我們可以看到它 然後想 喔我們要碰到它 它可能就會幫我們存檔 存重生的位置 好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首先 先做一個最基本款的 就是直接 直接設定一個checkpoint 這個checkpoint呢 是 我們要對它按互動 我們現在什麼都沒事喔 對它按互動 這個interact 是互動 然後呢 為了讓我們 我們先這樣 我們先這樣 好 這樣走過去 跟它互動 好這樣就設好 那因為它現在沒有顯示嘛 我們有點不知道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裝飾品 還是是按了有反應的 所以我們一般會再把它加上一個叫 interact interact indicator indicator indicator加上 我們就可以顯示說 這是什麼名字 然後要不要跟它按一互動 設定 紀錄點好 設定紀錄點 然後這邊要連到什麼任務嗎 不用都不用 我們就讓它顯示就好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 走過去 好設定紀錄點 好按了 然後呢我們跳下去自殺 它就可以回到這邊 假設我們什麼都沒有按 我們重來 假設我們什麼都沒有按 直接跳下去的話 會發現我們是回到原始的這個圓盤這邊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跟它按互動 然後啾 下去 就回到這裡 我們就有一個 重生點 好 那這個東西 以直覺上來說 假設我們 呃 碰了這個重生點 它可能會需要消失嘛 所以呢 呃 我們可能是把它撿起來 可能是把它變不見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說 呃 假設是把它變不見的話 會比較直覺的方式是 這個 以前是直接把它放個協調 然後殺掉 但其實這個功能 這個做法在 遊戲裡面很容易造成一些問題 可能會卡BUG或是閃退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現在其實主要都是用這個 Actor Property Switcher Actor Property Switcher 不是很好唸 它基本上就是把 我們這個表演者 這個東西 它的 這個值去做一個變化 像它是碰撞 呃 不能碰撞 可以被看到 不能被看到 的這個東西 也就是 上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裡面的東西 去做改變 好 那它要怎麼樣去消失呢 好 首先 我們這邊 再 跟 Checkpoint 按到Edit Logic 看到更多 在我們 那個Checkpoint 設定的時候 我們可以設定說 在我們按了 在我們設定了之後 使用了這個東西之後 它會發出一個指令 下面這個就存顯示用 所以我們就不用管太多 好 它會發送 一個指令 所以在這裡 Match it Message to send 就是當我們按下之後 它 接收到指令之後 它會做出什麼反應 它會送出一個什麼訊息 就是它作用之後 我們這邊可以選擇 叫做 說 hide hide 好它就會 隱藏起來 hide 我們就寫來明顯 好再來 這邊怎麼樣啟動呢 我們就選擇 當它收到hide的時候 use 代表這個指令 hide 當它收到hide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什麼反應 就是像我們下面設的 collection 拜拜 然後visible 也拜拜 所以它不會被看到 也不會被縫撞 好這邊 我們也可以改成 就純粹是看不見 但我們就一次性把它都變不見 好再來 它 它這個其實是一個影響範圍的 所以 呃我們最好不要影響到太多 這邊我好像應該要 我先複製回去好了 這樣比較看得清楚 假設我們有射跟沒有射的 會差到多少呢 好 假設我們那個range沒有改 好有沒有 這個range沒有改 它會把上面的東西一起吃掉 上面的東西全部形式消失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設定 先給大家看 像是會怎樣 好我們走過去 設定一個checkpoint 誒 不歡迎 誒誒誒我看一下 Message to send hide 每個人 每個人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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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再一次 好 互動 好 七翻印 上面的橋一起消失了 然後我們這邊一起設了重生點 所以我們不想要它影響範圍這麼廣 我們就直接把它影響範圍 關小 我們來試試看1可不可以 1就是影響範圍超小 只有它自己消失 然後我們要記錄到重生點 但橋沒有消失 所以就是一種方式 這個大家 跟大家想像中 碰到然後把它變不見 這感覺 看視覺上是像的可是有點 沒這麼直覺那假設 大家是想要用碰撞的話其實也是 可以做到只是我剛在 前面一開始我其實在實驗就是 不然說好像 沒有 這麼單純就是 我之前試的時候 比較直接可以做出來 那我目前就告訴大家說 怎麼把它變出來 好首先 比較直覺的做法是 我們碰到這個 然後它會消失 並且起反應起作用 好所以我們這邊 就不是用checkpoint來做起手 首先它要是一個可以被 撿起來的東西 6ll 它這個可以被撿起來的東西 它怎麼被撿起來呢 它被碰撞的時候撿起來 或是它被互動的時候撿起來 好我們現在呢就選擇碰撞 碰撞 好那我們可以edit 看一下看它有沒有更多 形象我們看到這邊 假設我們撿起來之後 它會送出一個message 這個我們等一下就用這個東西 那我們先看這個撿起來的效果 走過去 撿起來有沒有 好下面有個小特效 比較像我們一般看到的 當然這邊也可以設定 那個 大家可以看我們之前 加特效的 教學就是像例如 起火焰或是 傳送門 我記得是傳送門的那一刻 有專門講這個 好我們回到這裡 它撿起來的時候 它會發送出一個指令叫 collect 這個collect呢 我們可以讓它發送的範圍很小 因為我們另外一個呢 就是要來做 重生點 好的加 然後呢這個我們 讓它是看不見的 我們可以拉前面一點 也就是說重生的時候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會看到前面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地方 好其實擺一樣就好了 其實我們只要看得出來就好 大家不會這麼在意說 到底重生在哪裡 好這個呢 我們把這個功能拿掉 我們一樣加上我們的 checkpoint checkpoint 好 收到什麼訊息呢 我們要看一下 大家還記得我們設了什麼嗎 這裡 collect 當它被collect的時候 它就會設定 checkpoint 好 所以呢 大家捋一下邏輯 當這個東西 這個顯眼的東西被撿起來 它會送出一個叫 我已經被撿起來囉的指令 種出去 然後呢 旁邊這個東西 這個checkpoint專用它會收到 收到這個 喔我被撿起來的這個訊息 然後它設定一個重生點 好 我們來設一次 過去 撿 欸 啊啊啊啊啊 這個碰撞沒有關掉 這個隱形呢 記得碰撞關掉 好 它剛剛擋到我們撿 OK 撿起來 然後右下角出現的時候 我們撿到一個旗幟 好有沒有 出現在這 這樣其實就會 你可以不用做撿起的特效了 就這樣 那這個假設你要加上特效呢 其實也很簡單 我現在就直接 呃 示範一個給大家看 bonus給大家 讓大家不用 回去找 其實這個很簡單 我們呢 現在 呃 現在 我們的 這個應該 這個要用mp 用多人的 我們其他都用多人的 所以這個呢 也要用多人的 這個要用 bcfx bcfx 好 我們加上一個特效 這叫做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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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看一下 preview 這有點 有點帥 這個好像標記的很清楚 算不是我們要的 還是有什麼 還是有什麼 這個什麼 bback 另外一種 不然來一個 比較誇張的好了 就來個 這個嗎 這個是我們來個強一點的 這是打擊感 不然這個 這樣小小的 這個 1 這樣 很帥的 很帥的重生點 這個這樣 但根本就沒需要這麼帥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 獲得重生點的 特效 好 那 它收到什麼指定要開始呢 這個有on 有沒有 on 所以呢 我們同樣這邊 interact之後 當我們這個property 產生反應呢 我們就要 interact一個 好 我們直接過來 interact 它要被 interact 然後就出現 OK 這樣呢 它就可以又酷炫 又 又又又產生 欸 沒事對 它一開始不要 一開始不要 一開始是false 就是 一開始啟用 是false的 好 OK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不要理他 好 我們這樣走過去 我們撿起這個重生點 就可以很帥 我們繼續 假設我們把它射成碰撞呢 其實就跟右邊的 做法是一樣的 我們也一樣可以自己 加上一個 碰撞 呃 加上一個特效 那一樣東西喔 那一樣東西喔 然後這裡 fx 好 像我們呢 這裡可以直接放一個 過來 當我們碰撞撿起的時候 它會收出 發出一個collect collected collect 我們這邊呢 就要收集 elect 好 過去 噔噔 我們重生點 設好 好 以上就是這樣 這樣重生點 就製作出來了 那很簡單吧 大家如果疑問的話 都可以歡迎來提問喔 那今天的教學 到這邊結束 那今天的教學到這邊結束 就要做一個小鈴鐺